通过证捕上的残留物我们可以判断 凶手先用铁器将死者击晕 之后再残忍地将其头部捣乱 耳后推入火炉当中毁尸灭迹 哎呀这手段这么残忍 这说明这个凶手跟这个死者 又很深的过家 但是我们走访过周围的群众 他们都反映死者性格温和 待人和善 甚至是根本就没有跟其他的人 发生过争执 而且呢死者就是本地人 社会关系相对简单 所以我认为 仇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阿孙 指纹你查过了吗 我查过了 这上面有两个指纹 一个是死者的 一个是凶手的 但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同志们 本案问题的关键 到底在哪 在哪 在哪啊 你快说呀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死者打的东西 是一把洛阳铲 洛阳铲是个什么玩意儿 洛阳铲是北方盗墓 最常用的工具 又跟盗墓有关 你怎么又不带手套碰针我 没事 老草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件事情 跟那几件同气有关 你是这儿掌柜啊 对啊 是我 您是 您是 你看看这个 值多少钱 这玩意儿的 不值钱 什么 不值钱 这 这可是古董 你再好好看看 对不起 我不会看古董 要不这样 我叫个行家 过来看看 您觉得怎么样 好好好 你动作快点啊 好好好 谁个古董都不知道 怎么做事 听好了 老板 就这样 你这么说 我还在这儿 要把极端 认识 我还在这儿 给他 他是看 你这儿 他怎么怎么样 这个 干嘛 宝宝 你要不要 那怎么办 你也能是 你毅力 我 那个 我 就行 保护行为 说的就是罪犯 在有意识实施犯罪 和计划犯罪过程当中 毁灭证据 我们现在办的这个案件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杀死铁匠并不是目的 而是为了保护计划 顺利的进行 也就是说 凶手很有可能 再次展开盗墓活动 当然 这个判断前提就是 凶手的确是这伙盗墓贼 曹市长在哪 什么事 我们店长柜的 让您去看样东西 是不是有人 又到你们那卖古董去了 好 我跟你去 老曹 我也跟你去 不用 人多了 我给你当个帮手 盗墓贼 门管多少人 出来销赃的 只会是一个 你说得道歉的 我能放心吗 那老曹遇到危险怎么办 老板 曹师傅 您来了 辛苦了 辛苦了 你看 这个朋友 拿了两个物件来 我又看不懂 麻烦您给看一下 好 帮他进 来 来 朋友 这东西是哪儿来的 你都说是真是假 别管哪儿来的 古董 古董值不值钱 要看是哪儿来的 朋友给的 朋友 能不能带我见见你这朋友 算了 还 还罪我吧 我不骂 你着急走啊 买卖不成仁义灾 不骂 你 你 别走啊 放着县城的买卖不做要走 你 你要干什么 咱们换个地方谈谈 说说吧 问你话呢 没听见啊 你给我老实交代 那古墓在哪儿呢 什么古墓啊 你给我装是不是 你给我装啥是不是 把手放下 把手放下 疼 疼吗 我说的那些东西 是不是盗墓偷来的 不是真的不是 说 我 我是春城招待所的清洁工 清洁工 你给我编 你再给我编 你再给我编 照这么说 你找了个副业是不是 不是 公安统治 我真没胡说 我真不懂盗墓啊 这几个杯子 是今天上午几个客人 退房的时候 我在他们房间里捡的 我看这东西 好像挺值钱的 就想去换点钱花 公安同志 你们别把这事告诉我们领导啊 那要看你配合不配合我们 配合 你们要我配合什么 带我们去藏招待所 不是 要是让我们领导看见我带两个公安来 那不是不打自招吗 不打自招 我告诉你说 你又不是老实交代 我就关你几天 看你们领导知道不知道 你寻求 怎么回事都乱成什么样子了 我说过多少次了 客人退房后 第一件事就是要打扫房间 这小同志做得不错 保护好现场 对我们寻找线索有好处 不错 你个主闹的 上次把小炉丢了 这次又把杯子丢了 这都是败来的 二哥 这东西不都是白来的吗 败来的 那都是打明欢来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那么多东西 又有产能又有地图 我又不是亲手观音 别猜想 老万 洛阳啥呢 来 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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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头继续找 郭忠 你去那边找 我们去这边 快 大爷 大爷 你有没有看到两个人从这儿跑过去 有啊 我们两个人炮得飞快 就朝这个湖道跑的 好 谢谢您啊 二哥 你这公案怎么这么快啊 都找招待所来了 老大 老大 把你赶回去 发现公案已经照到招待所了 不过您放心 我和二哥跑得快 他们根本追不上 老大 你看 弄得八枪 收起来 好 去 把牛背上的东西卸下来 二哥 这些东西值不少钱吧 反正跟您下半辈子花去 老大 咱这东西去哪儿脱手啊 扔掉 扔了 这东西咱可不受费心 现在公案已经察觉了 留着这堆破铜烂铁 给他们通风报信 这咋能死破铜烂铁呢 要比起地底下的东西啊 这些就是破铜烂铁 你意思 地里还有之前的咱们挖出来 不会吧 上回都挖空了嘛 你总憋醉吧 你仨所看到过老大 颠锁红木炫 老大 老大 再扎做多数 我们手里头这些洛阳铲 废得差不多了 这两天啊 尽快找人再打一批 没问题 那马上去办 抓紧点 走 扔扔扔扔扔 走 走 走 那两个盗墓贼啊 那脚底下就跟抹了油似的 蹭家伙就出去了 哎 我跟老曹我们两个紧接着跟进去了 我们追了两条街三个巷子 把那地方找了个天翻地覆 你猜怎么着 就邪了门了 没看见他们眼儿 你说啥 老孙 这下来一下 这是我从春城招待所找到的 洛阳柴啊 这可不是一般的洛阳柴 你看他的左边比右边薄 和我们在铁匠铺找到的 公义是一模一样 目前可以初步的确定 凶手就是这伙人 他们先让铁匠打洛阳铲 然后杀人灭口 我想几件事 老孙 你要干什么去啊 我去见一位朋友 老曹 你都看见了吧 一到关键时刻 他就整得神神秘秘的 他到底想干什么吧 哎 哎 哎 郭忠 听长怎么说的 还能怎么说 左翼民公安人 自己的配枪都被犯人抢 按照规定肯定是停止 你 郭忠 你真 真挺直了 行了 你呀 压力别太大 先回家 好好休息两天 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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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子老板 啊 送你一个人 啊 给你摊个笋 摆里头上 好 啊 里边请 哎大哥 哎 二位 哎 你看这个你能打吗 这我打不了 这这太难打了 我搞不好就打坏了 而且特别废料啊 你打你了 非料前酸恶的 什么要活啊 三天啊 你打你了 我要留吧 三天留吧 剛才我這三天 都不吃不喝了 三 那是小郭 這些錢也是你的 好 快去救我 把郭總號 以後還有你的好處 好 走 好 聽話沒 掌櫃口音 不是本地人吧 你子官幹活 其他事保亂大行 不大行 幹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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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的持续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户 我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相信我的眼睛 张贵 东西 没 没打 仨 你敢杀老子 心情老子载了你 载了我 我就把东西给你捏地载了我 你咋意思 你让我打的那东西 是藏木用的洛阳厂对不对 你干什么 既然你都知道了 这回应该不在意都不行 你杀了我 今天就找不出第二个铁匠了 你想怎么样 你怎么加了你 我要入库 你要入库 掌柜 你收拾吧 我从小没见没娘 是师父一直把我带打的 可是青年师父得定死了 就上下我一个人了 师父临死前 祝福过我 一定让我找一方好媳妇 可是娶媳妇 要花很多钱 你说我一穷搭铁的 我上哪儿涨那么多钱去 我早就听了过 赵木能挣大钱 我不多要 你们分我一心半点就行 那他把瓶瓦分你一心半点 你们让我打这么多铲子 这铲头在这边 费得是不是特别快 你咋知道 张管 你不知道 我们当地的铁的硬果 比不上您北方 这一把铲子用不了好久 可是你想想 如果让我入了狂 这铲子用坏了 我可以修 用废了 我可以接着打 要是有了我 你们可是省了不少事呢 你小子要是干骗了 我把你惹到墓里会讲死 我一个穷打铁的 我有什么可骗你的 再说我骗你 你有什么好处 好 那你等着 我回去跟俺老大商量商量 那就多谢张伟提拔了 再把绍花样的 好好把东西搭出来 你有好处 万事交货 那行 那我想回去了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孙医生 您快走 快走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别再叫局长 什么老皇爷 忘了吗 他怎么回来了 他说回去 跟他们老大商量一下 如果不同意的话 我估计这一次 就不会再留我了 让你冒险了 孙女 长官 您别这么说 从我第一天跟您干特警开始 就没把危险放在我心上 来了 哎呀 你出来 喂 那我问你 这农费也都出城了 咋以后能不能动过 这不是我的 这是邻居家的 他们一家去乡乡了 去乡乡了 我这次来就同指你 老大已经同意叫你入伙了 不过你要假惊把东西赶紧做好 只要有好处 按时交货 好 以后都交给二哥 二哥 行 能够的钱回去了 慢走啊 二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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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原来是梁战收梁的仓库 现在梁战搬走了 空出了不少房子 那就是说 这伙盗墓贼 很有可能 就躲在这几座房子里是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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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刚刚有人呆过 老曹 你看 在外边发现了地图 这个 果然是他们 这会儿吃的 我看 只连吃的都没带走 难道是今天晚上 他们就要动手了 走 怎么了 你们赶快回街山 你带回来吧 郑风不见了 郑峰是谁 我的一个特情 这次为了引出盗墓贼 我让他在这儿加班铁匠 特情 你为什么不早说 多一个人知道他的身份 他就多一份危险 那现在呢 那些盗墓贼 是不是已经知道他身份 应该不会 何以见他 说起来有些残酷 像郑峰这样 是我专业训练的特情 一旦身份暴露 他会自我了断的 那你怎么知道 他是生是死的 他一定还活着 不是 室寨深 怎么了 有新事 没有 你小子 有事能瞒得住我吗 师傅 您说 我接着回来跟您拍照片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还以为您能特高兴 到底怎么回事 跟我说吧 我前天追两个罪犯 枪 枪被他们抢了 追回来没有 你小子 捅了娄子 就想打退堂鼓 不是我打退堂鼓 是厅长让我停职的 听得对 当官的 把印丢了 当兵的 把枪丢了 你说不听你的职 听谁的职 你忘了 你小时候 把我洗好的照片都曝光了 我不是也罚你三天不许 进案房吗 师傅 我在哪儿都是照相 我在那儿也是照相 在这儿也是照相 我还不用提心吊胆呢 不一样 小子 你忘了 你忘了 你住之先事是怎么说的 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 愿意奉献你的青春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 师傅我老了 没有这个机会 要是再年轻二十岁三十岁 你想跟我抢都没门 可是 现在是公安部需要我了 胡说 你说 除了你 谁还会摆弄这上衣 师傅 您都不知道我们处理那帮人 是怎么说我的 那个丘利民 还有吴敏 他们 住 你要想人家不小看你 先干出点 让人家看得起的事来 我们的特警人员 已经打入了盗墓分子内 据他留下的线索 现在可以确定 这些盗墓贼 将出现在石寨山 这里山是陡峭 车过不去 所以 我们只能徒步实施抓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曹 那古墓里头 会不会有僵尸啊 有 当然有 知道古墓里的僵尸 专门在人家撒尿的时候出没 而且用枪打都不好使 不是 那那那那那怎么办呢 凉拔 有 有 这个古墓里的僵尸啊 都是民间传说 讲个笑话而已 瞧把你吓的 不过有一点啊 这些墓穴呢 都是常年封闭的 所以 有不少有害气体 防护工作一定要做好 放心 这事就交给我了 那 没有问题就散会 不过大家注意 这次会议内容 要绝对保密 我没 王国忠 你放上来干嘛 要是让厅长知道了 非你们定义处分不可 你别嚷嚷行不行 你就是厅长没看见 也让人给喊来了 那你到底来这干什么 那个 我就想问一下 咱们刀墓那个案子 怎么样了 行动计划定了没有 你不都停职了吗 还问这可吗 我这 在家闲得实在难受 我就想看一看 我们这儿有没有什么 需要我帮忙的 这 这可真对不起 老曹说了 这个案件绝对保密 不能告诉任何外人 五敏 好歹咱们也是从治一场 怎么 怎么我就成外人了 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是因为真的老曹说了 除了这次参与案件的人员 其他的都是外人 你也得理解理解我是不是 雯敏 雯敏 雯敏从这儿 那边那边 就你自己啊 我刚才好像听见你在跟谁说话来着 是否听错了 不 我跟我自己说话呢 我在算那些数据 这什么 这不能动 别离眼睛那么近 万一是有毒的呢 放下放下 哎呀 哎呦 哎呦 这儿也这么多呢 啊 嘿嘿 老曹这真不能动 万一要是弄混了 创了 检查出的数据不就不对了吗 哦 对 哎老曹 我跟你说啊 那边有我总结出来的好多那个案子的数据 我给你看一下 是吗 对啊 我看看 这个案子啊 都是因为你 看 你看这个 这要不是你提议我们能检案那么快吗 那是 我老曼是谁啊 还有这个 这不按照你的那个方法 所以我才那么检验的 对啊 老曼 你来找我干什么呀 哦 哎呀 老曹让我通知你啊 明天白天你就不用到处里来了 哦 好 明天中午吃完饭以后 你直接到那个直合地点就行了 啊 哎 行 行 那你快回去吧 行 那你就要辛苦着啊 哎 没事 嗯 我一定准时赶到 好嘞 黄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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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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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郭总 你吃这么快干什么 没人跟你抢 车总 我下回点事要处理他 我晚上也不见回来啊 干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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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务 你瞧瞧 我昨天没抽吧 早晚得让你回去 师傅 您慢慢吃 我先去了啊 啊 师傅 我这次要立老公啊 讲张分您一半 哎 哎 这小子 哈哈哈 Pardon 你 Slur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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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就到这了 这一路上谢谢你 好了 这有条小路 我要走小路了 好了 好嘞 再见 好嘞 再见 好嘞 哎 哎 休息 休息 你还谁得自然啊 你 哎 公安同志 还是你这把抢过 孩子老师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我问你 一直这么照顿感问题 说 我 我告诉你们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我劝你们赶紧把我给放了 还能 还能 还能争取个宽大处理 你还会工人哄这了点 可吓不你 吓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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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也挺拐弯的吗 走 快去 快 老大 老大 上次追赶店共赶做罪 说 是不是你把这个公关领来的 你把我的纸理 也让我选拐 你把他们的拐弯 打到 你把这个公关领去 给你 你把这个公关领去 把这些公关领去 你拐弃 你把这个公关领去 你把这个公关领去 你拐弃 过来 过来 我不 你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 那你就杀了他 我不认识他 快点 拿着 过去 快点 我跟你说啊 我说说了啊 爷 好 我打 我打